为什么DBS弹容量超高 一个弹侠总伤害有3600点 还会加入到突变团筋呢 DBS曾经是空楼枪不是没有道理的 弹容量高 一个弹侠的总伤害也超高 这么强为什么还会加入到突变团筋呢 原因有两个 1.设计间隔较长 DBS的弹发伤害是喷尸中最高的 一发子弹有9颗弹丸 每个弹丸伤害为25点 因此一发子弹伤害为225点 弹容量也是很高的 为16发 总伤害为3600点 可是它的射击间隔太长了 两发之间的间隔为0.75秒 而且两发打完还有明显的停顿 这就造成了它虽然有持续输出 但是有一个明显的真空期 丧失会很容易接近人类 有了这个短板自然就可以加入了 2.线弹枪射程近 如果DBS是全自动步枪 还有这么高的伤害 那肯定不会加入到突变残境的 但DBS是线弹枪啊 它的射程是超近的 只有在贴脸的情况下 才能打出全部的伤害 远了是一点用都没有 而近战贴脸会给丧失无限大的机会 线弹枪可谓是风险与收益并存 所以根本没必要藏着掖着 因此大大方方上线是最好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市民进行